還有一家汽車美容業者 他們要力挺餐飲業 發起名片換便當活動 有需要的民眾只要來領取名片 就可以免費拿到一份愛心便當 小小一張名片 在疫情下對一餐溫暴都沒著落的人來說 卻是吳京恩店 奶奶你是不是要名片 他點頭說是 第二兩張名片給他的時候他就哭了 原來經營汽車美容的老闆 得知附近店家為疫情所苦 生意都快撐不下去 雖然自己業績也少了六成 但他仍然決定自掏腰包 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三重有提供代用餐的店家 基本上現在都已經收起來了 所以他才逼不得已 從這麼遠地方跑來這邊找我 我還拿了一箱防疫物資給他 可以讓他維持兩三天的基本的食用 不只提供名片換便當 老闆還會試實際情況 額外提供需要幫助的人 給予白米燕麥或是醬油 光一個月下來就要花上至少十萬 其實也是為了要幫助餐飲業者 這些低瘦肉物 或者是像這些有需要的民眾部分 他也有一個地方可以有一個三餐溫飽 感謝叔叔給我們好吃的飯 以後我長大的時候 我也要跟你一樣幫助別人 帶過來的客人 上個月也有大概一百多個 這樣子來客數會比較多一點 蜘蛛餐業者私下透露 看到隔壁老闆這片好意 讓他真的好感動 因此只要遇見來領代用餐的民眾 都會多給兩到三樣菜 想讓這份溫暖得以延續 疫情下的縱使自己生意大受衝擊 但他們還是默默付出 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記得邱怡婷 張雲杰 台北裁縫報導